首先,閱讀不是一種文化,閱讀是習慣的 等於進食你餓的時候就要吃東西 這些是人類身為動物的本能 第二,閱讀是沒有辦法推動的 是由政府來推動的更加搞笑 在一些國家,比如說瑞典,德國,日本,法國 你看到自然的人很喜歡在火車上拿著書來看 請問是誰推動的,是日王愚人,還是荷蘭總理 所以一個猛烈拉牛上樹,是要政府、貿法 推動什麼閱讀文化,我覺得是非常可笑 你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你要看,我喜歡去日本,你看日本的書 但是你不是去看太宰治,三島遊幾乎專門去看日本 大阪飲食哪裏抵 也是一個市場的趨勢 這些是不能說,我不喜歡 這些政府要做多些事情,政府沒有事情做 形狀的氛圍是不是 沒有,不能形狀 給你一個牆壁,搞書展就有個氛圍了 我給了,對不對 還不夠嗎 還想怎樣 那你放些什麼,難道我貿法局教你 這檔就放文學,那檔放哲學 我肯定這些是放佛學,三三制 還是每樣嚴肅的東西10% 這些沒得談的 所以就有好過沒有 至於那些年度作家搞搞搞搞,沒得搞 是因為香港,水淡就只有這麼少 那些所謂的大作家去下一個,去下一個 未去剩下的那些就聞人相興 為什麼找他不找我 與其爭論,搞搞搞搞搞搞搞 就算了,斬腳趾,避沙蟲 改為這個類型 但是類型都會做,做一下枯竭的 武俠做過,愛情做過,還有旅遊做過 接著就是飲食 飲食的年度作家不用問 一定是災難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又會有些人批評你 是不是鼓勵口腔期 這個閱讀是精神食糧 這些沒完沒了 不過他年度作家 其實你為一些生歐歐的 與其展開紛爭 其實開展那個選擇 是找些死了的年度作家都可以 為什麼不行 是不是 中國三千年多年度作家 屈原、李白、徐志摩 那些死了反而好 因為死了現在還有人看 證明他的文學成就經過時間考驗 是獲得承認 他是西裝SON Wh doğ最 Bibli 他鳥就跟買天出來 當地人 敦 庄